大家好 我是谢雷 之前我们不是去看新房的吗 现在看样子短时间内是换不了房子了 因为现在的二手房价格真的跌得太离谱了 我现在在吴江的运东 我父母在很多年前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 他们是投资的 一百多平方 但是后来我不是和静子谈朋友了吗 静子又是屏望人 他们就想那也许我们结婚可以结在这 不过后来结婚的话是在我外婆的那个房子里 所以吴江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着 中间也有陆续出租过 去年不是小小刘出生了吗 然后当时我父亲的想法是 这套房子他就是卖了把钱给我 然后让我把我外婆的套房子也卖掉 就两套老的换一套新的 但现在就遇到事情了 现在普遍的情况是二手房都在跌 但是新房没有跌 就我身后这套房子 20年的时候人家出一百九十万买 我爸当时不肯 然后在22年的时候 人家还愿意出一百七十五万 当时我父母也没同意 但是现在我从去年挂到现在 七个多月了吧 一百二十万都没有人要 然后我和静子现在自己住的那套 就是外婆给我们的房子 应该是两年前吧 还能卖一百六十五万 现在我问中介 出手的话最多只有一百三十万 就相当于两套二手房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 跌了整整一百万 真的是亏大了 啥也不说了 带大家上去看一看吧 老粉可能有印象 去年为了卖这套房子 我母亲来拍了好几次视频做宣传 半年过去了 问的人很少 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几个租客 看看能不能租掉吧 看看这南北两个阳台 确实是非常的脏 本来想着卖掉嘛 一了百了 可惜卖不掉啊 当初我父母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是毛坯 他们花了八万块钱 当时减装了一下 然后就租出去了 看看这些年啊 就被搞成了这个样子 电器基本都坏光了 马桶都坏了三四个了 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租房嘛 肯定不会当成自己家那样爱惜的 老大姐你看 这个露了露了这个不成样子 很多时候下大雨啊 租客也不关楼上的窗户 久而久之地板都发霉了 现在两个租客爬上去了 去屋顶了 看看能不能搞个防水 中介说恭喜我 租掉了 最近这几个月 应该陆陆续续 十几拨租客来看过了 都没看中 今天终于租掉了 朋友们 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无论租多租少 总归比空关这好 反正这个钱也不是我爸妈拿的 当然也不是我拿的 都是给镜子的 三个月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